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的邵康戰情室 專門視訊的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好久不見了 歡迎在於歸國 謝謝 五個多禮拜 五個禮拜 好很久 洪森翰委員 林乃津小姐 菲爾洪蔡委員 劉許玲委員 吳晨晨委員 好 國防部罕見 提前一天預告 說中共明天要發射火箭 會經過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高度位於大計程外 因為火箭發得很高 不是飛彈 上次跟我們講是飛彈 有沒有 記不記得總統選舉的時候 告訴你這個消息發布以後 侯友宜跟我的民調 跌6個百分點 特別中南部跌得特別多 因為很多大陸心搞不懂 什麼火箭 飛彈什麼 又來了 又來了 我們選舉發什麼東西 而且警報 一嗶嗶 嗶嗶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 我在南投還是在哪裡 就郵街 突然所有的水戶 每一個手機通通都響了 以為什麼緊急事情 國防部通知要發火箭 要發飛彈 而且蔡英文還講說 他在 大家不要怕 所以就加深了那個印象 你要不要我開示一下 不念舊惡 你這個年紀才會長命百歲 怎麼念念不忘 輸不輸了 才5個月以前 哪有舊 好不好 記憶猶新 還舊什麼惡 好不好 國防部今天上午罕見預告 大陸四川 西川 四川的西艙衛星發射中心 大家好像有無感了對不對 昨天晚上我記憶二十幾架 今天三十幾架 明天不知道十幾架 四十幾架 好像大家都覺得 隨便 隨便 無所謂 大家已經麻木了 好 那麼另外 老共很厲害 嫦娥六號 我滿重視他們這種太空科技的 在月球產出中置 產出一個中置 網友說是中式浪漫 因為他們把它搞成 像個和平歌一樣 那麼完全採樣 完成採樣回航 而且他們還展示了五星旗 在月球上 因為很不容易就是 它是月球背面 月球背面 它的通訊是完全阻斷的 所以你怎麼經過一個 中間的一個什麼媒介 能夠通訊往來指揮控制 科技非常高 非常高 這不是你想像的 非常困難的 另外他們也在 長河六號開張微博 說我正在月球挖土 月球挖土 增加你的臨場感 另外大家是關心的就是說 它月球背面採樣 挖出來的東西 怎麼送回地球 而且不被大氣污染 所以蜜蜂要求的非常嚴格 有四個轉移的過程 從蜜蜂一路下來 然後到了地球 到了地球再把它找到 是很不容易的 好 那麼當然他也在考論 論文用中文 英文 我覺得這不重要了 那麼另外 我覺得這笑死人 這叫什麼東西 關鍵評論 說他產出中置 表示不錯對不對 藉著問說 台灣能不能在太空競賽 追上中國 屏東牡丹基地之關鍵 太好笑了 就跟你說台灣打得不贏 打中國什麼不對稱戰爭 亂講一通 幾樣的道理 差太遠了 差太遠了 不是不行 我就跟你講說 我大學的時候台大火箭社 報紙還登 台大搞火箭社 台灣叫人家發火箭上去了 火箭社的社長 台大教授都退休了 現在還是個樣子 好吧 這是大國逐路了 那麼到底下一階段到底是誰 那你這個報件是好笑的 大陸已經嫦娥奔月了 我們台灣還有青鳥亂飛 我們看一下 從月球背面起飛 成功進入預定還月軌道 大陸嫦娥6號 完成月球背面採樣和起飛 締造世界首件紀錄 我們現在正進行 這個鑽曲的取樣工作 你看到這個管子 就是我們的鑽曲的曲心管 我們現在正在往下鑽進 我們是希望獲得 一定深度的一個樣品 並且保持它的程序 透過機械手臂 在月球背面採集土壤樣本 不僅完成採樣的土壤表面 呈現一個中字型 嫦娥6號還展開五星期 首次在月球背面宣揚國威 把這個鑽魚鹽運回去以後 要把它粉碎 融化以後 拉成頭髮式的直徑的 大概三分之一的細絲吧 然後把它仿成線 然後支撐布 普通布料無法在外太空環境永續 大陸科學家融化玄武鹽後抽絲 製作而成的五星期 具有更強的抗腐蝕性 和耐受極端的高溫或低溫 由於月球表面遍布玄武鹽 大陸科學家表示 未來如果要打造月球基地 這些玄武鹽就能被用來製成纖維 當建材使用 大陸航天局曾指出 人類迄今完成的十次月球採樣 都在正面 而背面更為古老 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近年中美太空競賽白熱化 美國預計2026年 大陸目標2030年前 要將太空人再送上月球 老闆 要不要有感想 我們要分開兩件事情來講 首先講共機 共建 來台灣 擾亂我們 他就是要讓民進黨政府 尤其是孤立雄 新任國防部長 就疲累不堪 但是最主要也不是要擾亂台灣 要是擾給美國看的 所以這個大家不要過分擔心 就是以平常心 以最小的代價 不處理也要處理 這樣就夠了 不要過度的 為什麼我這麼講 你知道嗎 因為我這次去美國五個禮拜 最後一個禮拜 我最得意的消息就是說 習老大 終於間接公開的承認 我老闆一向在本節目的講法 是對的 你想 習老大下次講話又說 同意老闆的看法 他不能這樣講 你這個也會不會太恐慌自大了 但是我是覺得 我在你的節目講這個 結果沒有效果 因為我人為言親 人家不把我看在眼裡 所以我覺得我 因為往我的時間 白上你的節目 下次怎麼辦 我的想的想法跟習老大完全一樣 我一直講 我們台灣對兩岸的險學 是危險非常大 會打 而且更講得很精細 包括坐在我旁邊的 我不只講你 坐在我旁邊的一些人都講說 習老大會在卸任以前 把台灣處理掉 這個是他一生的自由 我說不會 這對習老大來講不重要 我一直講不會打 因為習老大非常珍惜他一生的志願 就是要讓中華民主復興 他這一次跟歐盟的那個Lady 他跟他講的關起門來講得非常仔細 他就說美國要讓我上當 要設陷阱讓我攻打台灣 我不上當的 我們中國人哪裡 我們中國人 我講錯了嗎 我有沒有像高清素媒 講說我們習近平 我跟你講 習近平是說我們那麼笨 我不會上當的 我不會在中華民主復興大業 完成之前 他訂了一個時間 講得很清楚 他說2049 2049 就是跟到今年為止 25年 25年 很清楚 他說我不會跟美國crash 我不會跟美國決裂 我不會跟美國翻臉 因為我不會因為翻臉而打台灣 而讓我這個 2049年完成的復興事業 付出流水 夠清楚嗎 夠清楚了 因為收回台灣當然是重要 但是相比復興大業 他還不重要 所以他的話我來解讀一下 就是第一 25年內不打台灣 我算一下我110歲 所以我現在立志要活到110歲 我要看中華民族 完成復興的大業 我們樂觀其成 有機會了 有違者亦弱勢 我跟你講台灣沒有一個人 講這個話 沒有一個人講說我樂觀其成 還酸言酸語 說找下台家幹嘛 真的是小氣巴拉的 為什麼會這樣 這太奇怪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他來騷擾我們 我們就是要以不同的角度 看待這個問題 為什麼剛剛說有違者亦弱勢 去年台灣活到100歲以上的4000個人 不稀奇 速度直線在上升 但是大部分人不敢講 因為講了這個會招你去 要 不然你活得越長要越謙卑 要不然他就明步一番 就說你輪到你了 我們要 在我們的民間的確是有這樣 就是說高瘦的人就不要做瘦 不要什麼 就是偷偷的不要讓老天爺發現 老闆 你這樣講當然是 對 我也同意你講了很久 但你不要忘了本人在 我在節目也呼籲了好幾次 我說習近平你真的不要上當 你上老美的當 到時候就打台灣 戰場在台灣 受害是台灣 你也不會好 大陸也會受到鍋雷 什麼意思 你到底幹什麼 讓美國人看笑話 特別那時候從俄羅斯打烏克蘭 我就講說你自己看看 打的結果是怎樣 俄羅斯有好嗎 也沒好 烏克蘭更慘 你幹嘛聽著老美 被老美這樣慫恿 要打台灣 所以我想 我回應一下 你說 我的預測說他不打 而不打不是愛台灣人 而是為了自己的面子 為了自己的大約 這個也不需要多大的學問 所以你剛才說你有份 我很慷慨的跟你分享 好 好不好 乃金 乍路 今天兩院三部 發布了嚴懲台獨的 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 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這個兩院三部就是 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共安全部 國家安全部 和司法 為什麼在這時候 發表這個 我覺得他就是針對 賴清德上台一個月 然後他的言辭 行徑 他提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然後還一再一再的重申 當然你去生日 他從即日起開始 就是發布之後就開始施行了 他就說要依法嚴懲 法理台獨 以外謀獨 以武謀獨等分裂行徑 提供明確指引 但就是說這樣的意見 當然就是表達了中共當局 針對台獨分子的 嚴肅的態度 和依法懲戒的態度 然後對於分裂國家領土的 這些分子他一律 就是會要是來嚴肅的對待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跟這樣子的一個法律的 他的施行 他其實是 宣誓意義大於實質上的意義 因為他除了來強調 他有長臂管轄 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就要去遏止台獨聲浪之外 但是他實際上 他沒有實踐的可能性 我只是說說 從這個內外的形勢來講 對於台灣來說 其實是越來越嚴峻的 包括就是說大陸的 大陸的有34架次的供機 穿越海峽中線 因為他對應的 就是我們才訓令了 全台灣的這些空軍基地 要來進行演練 然後我覺得又是在這個時間點上 又是賴清德就職一個月 所以大陸他北中南 這共機這樣子包夾 他從清晨6點40分開始 這樣子34架次的這樣子穿越 我們的海峽中線距離我們這麼的近 他距離台北最近不到30海里 他兩三分鐘 就到台北市上空了 就是說我們在應對這樣子的 險峻的形勢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樣的對應策略 我們光是用想像的 就可以知道我們全台灣的空軍基地 我們這些的空軍 你是要升空嗎 你是要是升空這個警戒嗎 你怎麼去應對他 這個34架次的穿越海峽中線 而且他是在沒有預警的情形之下 他不想演習 演習他來這個公告 而且這一次的這個演習 他在前45分鐘公告了之後 45分鐘就開始演了 其實也是殺的這個 美國也是這個措手不及 他現在把他常態的演訓 當作對於台灣的壓迫的 一個經常性的手段 這對我們造成來講的威脅性 是很高的 如果說他今天這個友人機 伴隨著這個無人機 在34架次裡面 有這麼幾台的這個無人機 真的到了我們的領空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的來應對 大家不要忘了 北韓是有兩架這個無人機 真的是到了首爾的上空 這個南韓出動了戰機去打 他打不下來 如果面對到這種狀況 我們怎麼辦 好吧 就說大陸今天突然宣佈 下午3點要開記者會 臨時記者會 聯合記者會 大家就亂才一通 他什麼什麼什麼 後來就說是不是要把EKFA取消了 等等等等 等都不講 國泛等都不講 一直到3點要開 3點25分 名牌才放出來 就是參加了的名牌 哪些人參加 國裁辦發言人陳兵華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審判第二庭廳長 審判委員會委員馬嚴 最高第二檢察廳重大犯罪偵查 應用副廳長張慶斌 公安法治局副局長孫平 司法部律師工作局局長田馨 基本上都是法界的人 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懲罰台獨 是什麼人 尚不知道 你怎麼回事 其實是說 都沒有 你怎麼回事 在接受